该技术施工流程如下 1.钻孔 钻机定位 根据地质情况选择合适的钻孔速度 钻孔过程中注水或盆润土混合液 对孔体进行修整及护壁 2.扩地 钻孔修整完成后 通过专业可控液压技术 打开钻头部位扩大液 按照设定的扩大直径 分数次进行扩地 并通过管理装置对扩地的情况做实时监测 3.装端水泥浆注入 扩地完成后注入装端水泥浆 注浆时上下反复升降钻机 确保全部注入扩地部位 并保证装端水泥浆的均匀 4.装周水泥浆注入与拔钻 装端水泥浆注入完成后 开始拔出钻杆 注入装周水泥浆并进行反复搅拌 5.直装 钻杆全部拔出后 利用装自重直装 直装过程中随时检测 确保直装垂直度并直入设定深度 静钻跟直装工法及各种装机技术施工优点域体 拥有多快好省的显著优势